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样 各位 你找到了你的菩提了吗 好 这首歌是非常棒 如果海音古是佛学社 不管心描 心智 心觉 要的话 我可以给这个档案 点MP3 但是因为我没有见过它 所以不太适合放在网站里 当然这里没有编成英文 我也在努力中 好 先看一下 这是一首禅的歌曲 非常的好 第一个问你 烦恼问你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 请问在这里 在哪里 这里吗 还是这里 还是在这里 尾巴 在这里吗 还是在这里 想一想 在《波日波罗蜜》里面呢 文出师利菩萨也问 你的心在哪里 你常常说 哎呀 我今天烦恼很多 我烦恼在哪里 在你的心里 心会产生烦恼 第二个 我们学佛要转烦恼为菩提 请问菩提在哪里 在这里吗 在这里吗 还是在这里 菩提在你的烦恼里面 那问题是 为什么菩提会在烦恼里呢 因为烦恼是你迷惑的时候 心不清静的时候 当贪嗔痴烦恼升起的时候 就是烦恼 对不对 不会说呢 你长烦恼的时候呢 我记得说小时候都有一个故事 告诉我朋友 不可以说谎 说谎呢 木偶鼻子会变长 对不对 那虽然是一个故事 从佛法来的角度上 是真的可能的 后面我有空 我再讲其他的禅修故事 告诉你 禅修里面呢 有一个叫Called Meditation 就是呢 牛的禅修 那这个呢 有时候呢 它是会长出脚的 到生师写一下 提醒我 到时候 我有太多故事讲不完了 所以我会忘记 我突然发觉 我慢慢的开始老了 那 现在问你 什么叫做烦恼寄菩提呢 因为你无所住 听好吧 把无所住画起来 在混灯片里面写 无所住简单的讲 叫你不要执着 但注意听 不要执着 不是乱乱用 今天叫你说 嘿小朋友 要做功课了 妈 不要执着 这个是错的 这是把世俗地跟圣意地 混在一起 搞不清楚 就像我常常 勉励大家 佛教讲随缘随缘 不是乱乱用的 它要用在正确的地方 讲不要执着 是这样 我举个比例 注意听 所以第三次讲座 最主要的是讲 般若波罗蜜 跟方便 所以般若波罗蜜 部分 我会讲的多一点 虽然进度慢一点 没有关系 般若波罗蜜 就像这样 你现在突然近视了 看这里 我就看不到各位 对不起 我的近视也很深 我还有散光 我就看到呢 全部都是放光的 头 对 那你现在近视看不到 你看了太多电视 报章 杂志 那你要找一个朋友 就是什么 配眼镜 那你配眼镜的时候 一定要找一家 技术还不错 要帮你测衣 焦距眼光 而且呢 这个价钱很合理 所以第一个你要找 你相信的朋友 你也可以从网路里面 找非常多非常多的 店里 卖眼镜的这个店 Glass Shop 但是你不知道哪一家适合 你第一个是 先比较 可是呢 假如你找错了朋友 然后呢 你跟他说我要配眼镜 结果他配的呢 你跟他说 我要配一个黑色的 酷的墨镜 那你一戴以后呢 全世界都变Black 都是黑的 妈妈也是黑的 爸爸也是黑的 朋友也都黑的 为什么 你觉得黑的才是酷的嘛 结果呢 突然开呢 坐公车 或者开车的时候 结果呢 一道红绿灯糟糕了 因为黑的眼镜 你就看不清 现在是红灯 还是绿灯 你就有色盲 对不对 结果呢 已经变绿灯的时候 你就听到后面呢 巴巴巴巴巴巴 吹你 那时候你就起了身心 你吹什么吹啊 对不对 你要说 绿灯的你怎么不走啊 可是在你看来的是什么 深的墨绿色 黑色 结果呢 好你想说开车 然后就走走走走 开车要去机场啊 或去哪个地方 结果呢 你要去呢 downtown 结果越开越开 红灯的呢 你就快咻就过去了 为什么 你看到的是黑红色的 然后突然呢 巴巴巴巴 后面呢警察来了 新加坡警察来 Sorry Show me your driver license ID card 他说 没有啊 我刚才看的呢 明明的就是绿灯嘛 他说你有色盲啊 结果你就被罚钱了 好 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得出来 问题是谁啊 你戴错眼镜啦 你戴了黑色的眼镜 你不是戴白色的眼镜 听好现在眼镜很高明 因为小朋友要读很多书 还有反光 真正很好的眼镜是德国蔡司镜片 看起来是白色的 可是在灯光下看的时候 它是薄薄的淡蓝色 或淡绿色 那个非常非常的贵 所以 讲不要执着是指 你不要戴错眼镜 不是叫你不要戴眼镜 这样听懂吗 你们到底有没有听懂啊 有没有 有 我讲的是华文嘛 英文的话我也会翻成中文 所以 不要执着是告诉你 不要戴错眼镜 因为如果你戴错黑色的眼镜的时候 你什么东西都会看错的 红灯跟绿灯 你都分不清的 所以讲不要执着是把你的镜片 剥下来 换成白色的眼镜 但很多年有说 哎呀不要执着是告诉你 不要戴眼镜 这是错的 所以 不要执着 不是叫你不要做好老公 不要做好太太 不要做功 不要做功课 不要做什么 那是错的 这个叫断见 所以讲 你烦恼来的时候 他不要执着 无所住 烦恼就可以转化为菩提 了解吗 比如说烦恼 你现在起了称心了 那你怎么把它转菩提 很好啊 磨练你看你还会不会发脾气啊 因为你有称心 你才会磨练你自己 忍入波罗蜜好不好啊 对不对 所以你没有称心 你拿来磨练你自己是忍入呢 所以在世俗地上 他一定要有外境的 反过来 假如你很执着的话 连清净的菩提心啊 你都会变成很烦恼的 意思说你很执着的话 你看到师父也很烦恼 看到脸友也很烦恼 看到呢 经书更烦恼 看到念佛极也更烦恼 事实上经书佛像 没有让你生烦恼的地方 是你自己给自己烦恼 下午有个脸友问我 对不对 他觉得很不舒服 他家里的佛像要换一换 我说换了所有佛像 你还是生烦恼的 了解吗 所以烦恼在哪里 是在你的心里 第二个第二类 很多人说我们都有很多的痛苦 哎呀我最近很痛苦啊 我压力非常的大 痛苦从哪里 没有人给你痛苦啊 或许现在的社会 真的工作压力很大 在家很忙 出家很忙 可是我前几天不是告诉你 一个计程车的故事吗 转念筒 为什么有一天开计程车 就开着呢 边骂 对不对 边赚钱 跟不甘心 对不对 还说腰痠背痛 赚100块心币 要用50块去做Foot Massage 还有脚底按摩 还有身体按摩 按满了还不甘心 还是要去工作 可是有些计程车司机 为什么 他虽然工作很长 但是他很快乐啊 同样的 生活在轮回里面呢 痛苦跟不痛苦啊 也是在你的心 所以他说 若无所执着的时候 痛苦就是菩提 注意 为什么痛苦是菩提呢 注意听 因为痛苦越多 你的悲心会更广大 你没有悲心 那你就没办法度众生 你没有吃过苦 你就不知道 众生其实是很可怜的 但是痛苦也有分成好几种 听好 不是所有的痛苦 都一定要自己去尝 举一个例子 像我们以前 当小学老师的时候 会告诉小朋友 不要玩火 火 打火机 火 火是很危险的 对不对 你告诉他 不要玩不要玩 他走了时候 天天点个火 Firework 哇 还开瓦斯炉啊 他就是啊 要知道火到底怎么厉害啊 就不小心就火灾了 或发生意外了 所以我知道新加坡呢 是非常非常怕火的 为什么 Fire accident 不管火供也不可以 点灯也不可以 这个也不可以 那个也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知道 怎么运用是火 当然火是很危险 但火也可以让你产生温暖 假如现在下雪了或冬天 新加坡可能没有这个经验 我们台湾冬天很冷很冷耶 最冷的我们要到 只有五度或八度耶 对不对 那时候我们真要呢 要很大很大的温暖啊 烤火 对不对 或是用呢 Air Condition 转成为呢 不是冷气 而是呢 Worn Condition 所以你无法想象 住在南极或北极的人 他们真的是要火 所以可见火没有好跟坏 其实你的痛苦也像火一样 你痛苦越多的时候 假如你有善根 而不要执着的话 你就会知道 你的悲心比别人更广大无边 所以不要去排斥痛苦 痛苦来了以后 你会告诉我 嗯 很好 这时候让我学习 我是不是更有忍辱 更有悲心的好机会 若没有苦的话 你是不太容易成佛的 所以世圣地利讲 苦即灭道 天上也不容易成佛 释迦摩尼佛为什么来人间 因为人间苦跟乐都一半一半 太苦也不好 太苦到你三餐都没饭吃 你也不会想来听经 太快乐也不好 富贵学道难 所以刚刚好就好 所以若没有我所住的话 痛苦啊 可以转为菩提的大悲心 执着的话呢 我告诉你 所有东西都会变痛苦 第三个无明在哪里 在你的心里 你的菩提呢 也是从无明当中而出现的 无明在这里 可以常常用莲花出污泥而不染 对不对 你看清净的莲花 大家都很喜欢佛教的莲花 很庄严 我知道很多人呢 在电脑里面呢 Laptop呢 或Background都喜欢用清净的莲花 很好 但莲花 它不是插在水里面 它是在肮脏的烂泥巴里面 长出来啊 才香的 意思说 真正的菩提心 要在滚滚的红尘里去磨炼 所以你不要去排斥 所有一切的境界 好的东西你要接受 告诉自己不要有贪心 不好的东西也要告诉自己 我要接受 再来磨炼我不要起称心 这样无所住的话呢 无明就是菩提 反过来说呢 若是呢 你有执着的话 什么都执着 那菩提呢 也会变成无明 好 请看八十二页 再看第二首歌 第二首歌教的是无常 我前几天问过你们 我在哪里 对不对 我们大家都说我我我 因为里面也 I have to do this one I want that one 我必须做这个 我想要那个 对不对 我们英文里面都会有你跟我 当然我们需要我 可是我是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讲 所以这首歌呢 是告诉你无常会变的 还有请问你我在哪里 好先听一下歌 好然后呢我待会再解释给你听 因为无常所以痛苦不会永远 因为无常所以一切都会改变 虽然我只是一个反复没有很高的智慧 但是世尊说我也有成果的机会 总是要等到生命将结束 人们才会懂得后悔 总是要等到秋突陌陌路 人们才会珍惜从前 看那世间被称为聪明的人 有谁知道明天自己是谁 和那些语言本命闹人的事 总是很快就试过境迁 一生追求的自我 到头来仍然是一场迷惑 和那善变的我 虚幻的我 贪心的我 和那无名的我 哪个是真正的我 最后一句很棒吧 哪一个是真正的你呀 和那一句什么 因为无常所以痛苦不会有梦远 因為無常所以一切都會改變 雖然我只是一個反覆沒有很高的智慧 但是師尊說我也有成佛的機會 總是要等到生命將結束人們才會懂得後悔 總是要等到窮途末路人們才會珍惜從前 看那世間被稱為聰明的人有誰知道明天自己是誰 而那些譬語本命惱人的事總是很快就試過境遷 一生追求的自我到頭來仍然是一場迷惑 而那善變的我 虛幻的我 貪心的我 和那無名的我 那個是真正的我 不錯吧 怎麼沒有掌聲鼓勵一下呢 我這麼用心準備呢 謝謝 你已經覺得會很酷 奇怪我怎麼請來一個台灣的法師 這麼酷 這麼現代 其實 南傳佛教裡是不准唱歌的 沒錯 是因為我們唱的都是迷迷之音的歌 我們都在輪迴裡是迷惑的 大乘裡面啊 在看你的動機 我們在《華元經》《法華經》裡面呢 當佛講經的時候啊 天女呢是 像敦煌壁畫一樣是研究音樂的 所以剛剛放這首歌的時候 突然我很想跳這樣子 對不對 這個可以叫 心描班跟心字班 心絕班要不要也可以啊 為什麼不好呢 因為你在世間不懂得恭敬 所以當進入大乘的時候 他要叫你學恭敬 當然在大殿裡面 我也會唱歌 我很喜歡唱歌 因為我覺得唱歌 可以帶來很多很多眾生的利益 給人家歡喜 可是呢 我不可以跳舞 因為在戒律裡面不可以跳 對 我跳的話呢 眾生都顛倒了 哎呀 法師竟然跳舞 所以在戒律裡面呢 人與人不可以接觸 尤其聲聞戒 握手是禮貌可以 但是呢 身體的接觸是會破戒的 所以沒辦法 我在國外念書的時候 我好朋友 他們生日的時候 我是當DJ耶 對 我要準備素食啊 我還有果汁啊 對不對 還有蛋糕請他們吃 對不對 他們很高興啊 所以我有很多外國的朋友 縱使他們非佛教徒 他都喜歡跟我做朋友 那 所以 音樂是很好 我覺得佛教需要創造更多新的音樂 佛教也要更多新的這個 所謂的圖畫 像現在很多連環漫畫是很好 在中國有很多的燈煌壁畫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 因為你以前沒有恭敬 所以進了佛門要學恭敬 但注意聽 現在教各位 恭敬不要成為另外一種執著 自然跟真誠就好了 我再講一遍 自然跟真誠就好 很多連友來看到師父 都要這樣假假的好莊嚴喔 太假了 不需要 恭敬是在你的內心裡 恭敬裡也要有智慧 所以 因為你以前不恭敬 所以進大殿 對不對 像新加坡很熱 有些寺廟規定 進大殿呢 不可以穿短褲或短裙 這是很好 因為學習你的恭敬心 這是對的 甚至你到回教的他的寺廟裡面呢 女生是不可以進去的 阿拉的神殿是不可以 那要洗手 要沐浴 這是很好 但聽好 恭敬不要成為另外一個執著 執著什麼呢 你看我好恭敬喔 那個人真是沒禮貌 這個真是沒水準 那個呢 沒有受過佛學班 這個人心很散亂 這樣就變成你另外一類執著 這是不好的 所以在金剛這裡 假如你有機會接觸到 好的仁波切跟拉玛的話 其實他們很自由的 很自在的 因為他覺得心清靜 會講笑話的 但是不會隨便 知道嗎 好 所以 我覺得 大乘的聯友呢 不要有太多的框框 進了佛門應該守一些禮儀 但是呢 你應該學多發菩提心 多幫助別人 多用慈悲心 多了解無常的道理 這樣你很自在 像你看我是一個很幽默的法師 但是我不會亂七八糟的 我講的是佛法 對不對 但是我是希望用朝聖 幻燈片 音樂 圖片 幫助你對佛法理解的更好 甚至我對有根性的聯友 在我們SBA 我還放電影 當然燕影是好的電影 不會是亂七八糟的電影 所以 恭敬要在你的心 所以大乘 金剛乘裡面講 自然跟真誠 是你開悟的基礎 自然跟真誠就好 舉一個例子很重要 人都會放屁 對不對 那你在大殿裡面 嗯 突然放屁 那怎麼辦 It's natural 你不是要起惡心的 當然 應光大師也教我們 在大殿裡不可以放屁 否則你會墮地獄 那是你沒有恭敬心 故意放屁 甚至躺在地板上 那當然是不好 可是問你 每一個人都會放屁 這是很自然的 你要是吃素的話 豆子吃太多 或豆腐吃太多 嗯 都是豆子味 到了聖地的時候 注意聽 聖地呢 是很莊嚴 可是聖地外面 都是很骯髒的 所以注意聽 不可以起惡心 而進入大殿 這會有不好的因果 比如你真正去聖地的時候 我告訴你 聖地外面都是什麼 Rubbish Shit 都是狗屎啊 貓屎啊 尿屎 你反而要生起什麼 怜悯的悲心 想到佛在世的時候 這些學習佛法 現在這些人沒有學習佛法 所以眾生都那麼苦 比方說印度 印度 在佛在世的時候 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啊 可是你現在看到的印度呢 是髒 貧窮 落後 人狡猾欺騙 為什麼 那是他的業 所以你不要去排斥他 你反而要生起悲心 所以了解的無常道理 是很重要的 這是我換給你們看的用意 待會今天有空 我還帶你們唱歌 唱點燈發願文 所以我覺得大乘應該活潑一點 心 恭敬是在裡 可是不要那麼執著 我們不可能像機器人 那是不可能的 知道嗎 所以 我記得我以前當兵的時候 要學到 要看狀況 該安靜的時候就安靜 該放鬆的時候你就放鬆 你說笑話也說笑話 但是要有分寸 這樣子的話 你才會自在 才會開悟 那我覺得中國的大乘佛弟子 很精進 但心繃得太緊了 很執著 很固執 很難度 知道嗎 這是我為什麼要放音樂 圖片 以及朝聖的給你們的真正的苦心 對不對 好 請看這個歌詞 因為無常 所以痛苦不會永遠 這個痛苦從哪裡來 從你過去跟這一生的業與煩惱 所以遇到痛苦的時候 不要太難過 因為是無常的 所以它會變的 會變好 也會變壞 所以你要positive thinking 要樂觀思考 第二個 因為一切是無常 所以一切會改變 那就看你現在怎麼去努力 佛法講要懺悔 要精進 要修福修慧 那這首歌裡面說 雖然我是一個凡夫 沒有很高的智慧 這個好像講到很多人的心聲 可是世尊說我啊 我再怎麼混啊 再怎麼懶惰 busy and lazy啊 我還是 One day I will become the Buddha 我有一天還是會成佛的 不過聽好 這一段並不是給你有借口 而是呢 告訴你修行啊 像這樣 看這裡念珠 不可以繃得太緊 也不能繃得太鬆 有些蓮友呢 沒有學佛之前是很放逸的 就是鬆垮垮的 心很散亂 生活也很糜爛 那現在學佛了 他很精進 很精進 很精進到 斷了 crazy 知道嗎 學佛要學中道 middle way 請你把這個字記起來 中道第一意 波爾波羅蜜的第一個 要懂得苦空無常無我之外 還要懂得中道 中道才第三個 你才會生起空性的智慧 否則你的心這樣繃緊啊 這樣會斷掉的 我們叫彈性疲乏 所以有時候 心不要繃得那麼緊 知道嗎 一用功的時候啊 業障也是會現前的 這是自然的 你會發覺啊 我不用功哲理 我聽了心弘法師的歌 非常發喜充滿 我就開始呢 勇猛精進念普賢心運品 結果念了一個月以後呢 Email給我 師父我脾氣更大耶 恭喜你 This is the good side of the meditation 這是一個很好的象徵 代表你業力發動的 繼續念 真心就會贊除 有人原有會問我說 師父啊 我不用功哲理啊 一用功啊 貪心非常的重耶 去逛一個shopping mall回來 我不買我真的動不掉耶 那你就買吧 買少一點 買完以後 供養三寶吧 對不對 買完以後 穿一天以後 捐給慈善基金會吧 可以啊 那你就買吧 反正你不買 你會很痛苦的嘛 你就找一個discount day 然後去買 然後很高興的說 OK 我只穿一天 第二天就不失 這樣的話 你的心會進步的 了解嗎 不是說一用功以後啊 當然佛菩薩會加持你 可是啊 不是代表呢 只有沒有業力的現前 這樣的想法是不合乎 緣起法的 但有一個努力是呢 差別是 你懂得懂得超越自己 接受好的自己 也接受醜陋的自己 我們沒有成佛之前 人不是聖人 假如你修得很好的話 其實我告訴你 你就不會坐在這裡 你應該坐在上面 對不對 請看下面一段 人總是要等到 生命將結束的時候 才知道後悔的 哎呀 哪時候學佛 不急不急明年再學 不急不急後年再學 等我老一點再學 等到老子 呃 斷氣 糟糕 來不及聽經了 人總是要等到 窮途末路的時候 人呢 才會珍惜的從前 是不是 看看那些 被世間稱為聰明的人 從早忙到晚 從裡面 跑到外面 從國家 這個國家 飛到那個國家 可是有誰知道 明天自己是誰呢 看看那些 比喻噴命的 project project and more project的 那些老人的事 可是不管好跟壞啊 事情很快的 就試過境遷啊 最後再問你一段話 一生追求的自我 到頭來還是茫茫然 你雖然有一點福報 你的相貌很好 也有點小聰明 每一天就這樣 一天一天過 我們台語常常說 常說了一句話 操作話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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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 就糊裡糊裡頭頭的來 糊裡糊裡頭的走 來生你不一定見到我 就算你見到我 你可能忘記了我 可是我可能會認得出你 為什麼 因為你過去學佛 每次都是被考59分當掉的那一個 所以又來三歸一了 是不是呢 我們在輪迴裡面 我們是不是永遠都在玩迷惑的遊戲呢 那請問你 每天早上起來 情緒很善變的我 假假的我 貪心的我 撐心的我 跟無明的我 哪一個是真正的你呢 這是給你的功課 好好想一想 好 現在請看下一段經文 好 請看五十二頁科判 蒲門視線分五 請看科判 己一 魏力三二道眾生 在五十三頁 己二 魏力仁天道眾生 己三 魏力了物空性的眾生 己四 魏力二乘的聖者 己五 魏力眾生願成佛 昨天我講到這裡 然後講觀音菩薩感應的故事 請問一下在座誰聽過 宇宜蘭觀音的故事 聽過的請舉手 宇宜蘭觀音 還是聽過忘記了 聽的請舉手 好 手放下 好 那沒關係 好 很多人還是沒聽過 我本來想不要講的 我想說講快一點進度 看來還是講沒關係 好 先看幻燈片 請看著 很重要 我們做一個菩薩要利益眾生 要有六度菠蘿蜜 還有要有善巧方便菠蘿蜜 昨天講 方便菠蘿蜜要與覺性相應 先看這個科派 菩薩要利益 地獄 惡鬼畜生 請問你現在遇到一隻狗 你怎麼幫牠 我幫助牠 怎麼幫 請問你們怎麼幫牠 有沒有人要說一說 你遇到一隻狗 你怎麼幫牠 流浪狗 把牠抓回來 養 這個是一種方法 在 我不知道在新加坡 新加坡好像很少看到流浪狗 對不對 因為很多流浪狗都已經被這 解決了 或是接渣了 我們台灣也有流浪狗的問題 好 那請問你 你看到流浪狗 你會怎麼辦 那先問你 假如你是狗 蹦蹦 蹦蹦 看到一個師父 你會怎麼樣 搖搖尾巴 哈囉 你希望人家怎麼幫你 假如你是這隻狗 你一定可能肚子餓了 對不對 希望你給牠骨頭 你不用給牠吃素 牠不喜歡吃素的 你給牠骨頭 牠會很感謝你 好 你想想看 你要想 幫助眾生第一個 你要先想 假如我是一隻狗 我希望人家怎麼對我 當然我不希望人家打我 跟罵我 所以看到狗的時候 你不要蹲下來 要動作 那牠會攻擊你 你要想 我墊在肚子狗很餓了 假如有一隻狗 到了海鷹谷是 嗡嗡嗡嗡 那請問 各位師父 你會怎麼做 當然 你沒有肉 對不對 我們寺廟是吃素的 那怎麼辦 你要先想 所以幫助眾生 第一個先要你有同理心 你要想在牠的立場 而不是想你的立場 這是第一個 你看下面的五個科判 是告訴你 不同類的眾生 你要用不同類的方法幫牠 待會我會講故事給你聽 第二個 假如你現在碰到一個鬼 師父啊 我來找你啊 或者某某年幼啊 我很喜歡你啊 你是鬼 那你怎麼辦 對啊 你不是要度眾生嗎 眾生來啦 你想要遇到鬼怎麼辦 哎呀 能不大被關心菩薩 趕快走啊 不要來找我啊 是不是 你不是要度眾生嗎 現在一個鬼很喜歡你啊 不管是男的鬼 或女的鬼 你怎麼辦 想一想 對 我現在來新加坡 我常要刺激各位 Push you everybody 這樣趕快 有一個聯友跟我說 師父謝謝你這次 你這次獎金風格不太一樣 讓我想一想 啊對不對 假如你罵我的話呢 或許會讓我開悟 我也會罵 我也很高興 答案是 我不會罵你的 我沒那個力氣 但是我會刺激你去想很多東西 你認為你都懂了 比如說啊 對啊現在真的鬼來找你 你怎麼辦 大被關心菩薩 趕快走 趕快走 你不是要度眾生嗎 現在眾生來了 結果一念的時候 更多的鬼來了 那怎麼辦 你怎麼辦 鬼也是眾生啊 沒什麼好怕的 你的心要很正大光明 對啊 這個叫未立三二道眾生 不然我唸這個經文 把它古漢文換成白漢文了 就什麼東西 其實你也什麼都忘掉了 那等於不用講 為什麼 各位的華文都越來越好了嗎 你自己看得懂嗎 你為什麼要來聽師父獎金呢 你要去想一想 好看 假如是一隻狗 或一個眾生來 聽好你要看牠 有時候這個狗生病來了 真是長了蒼賴病 還來救你的 你得花錢送牠去動物醫院 這個才叫你的放生 才叫做清靜圓滿的放生 現在狗已經來了嘛 你看牠流血了 你要去送牠去動物醫院 對 有時候狗身上會有跳蚤 會有呢 你可以幫牠洗澡 你洗澡的時候牠會很高興的 因為你把牠當成好朋友 那呢 以菩薩界的角度來 注意聽 你雖然吃素 但是你可以跟朋友 要骨頭給牠 這個是你的饒意眾生界 沒有破界 你們有很多蓮友也常常問問 師父我這個是不破界 那個是不破界 這個是有罪過 那個有罪過 答案是都沒有 我要問你的發心是什麼 那你不要說 哎呦 師父你是個出家人 怎麼會拿骨頭給牠 聽好 我又不是拿你的骨頭 你怕什麼啊 對不對 我是拿已經死掉動物的骨頭 然後幫助牠 好注意聽 我現在講一個 韓國元曉大師 他有一天遇到了一個高僧 那個高僧有點像中國的寒山跟石的 是瘋瘋癲癲的 然後呢 很多人都說他的壞話 說他沒有修行 那這個出家人做什麼呢 每天拿一個波 跑到妓女院去 哎呀 糟糕了 聽好 聽我的故事要聽完整 你不要說師父都是講妓女院 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用一些例子讓你去了解 你要有智慧去判斷 結果這個呢 瘋瘋癲癲的和尚 常常拿一個碗 去寄女院 然後跟他們說說笑話 他說 各位女居士 因為古代的女性 餵小孩都是用母奶 對不對 母奶是很營養的 現在的媽媽可能比較不用母奶 可能都用牛奶 whatever 就是說她都用牛奶 然後呢 這個韓國元曉大師就看到 怎麼一個出家人 破破爛爛爛 每天呢 都是啊 去跟人家要那個牛奶耶 她走了以後 她就問那個女生 欸對不起 這個和尚 封和尚常常來嗎 她說對呀 我們也覺得和尚修得不好 三天來一次 五天來一次 每次都呢 她說她來做什麼 做壞事嗎 她說沒有 她做什麼呢 跟我們要母奶 我想她可能有 A lot of babies吧 哦 韓國元曉大師覺得 嗯很奇怪 可是這個人呢 又不像壞人 修行很好 她就偷偷地跟著這個人 狗 走走 走到山洞裡面去 然後呢 她在外面看 當然她不好意思打擾她 那那個和尚呢 就呢 把牛奶放著著 然後就走了 又出去了 出去以後 她一進去看到 原來全部裡面都是狗啊 有狗爸爸 狗媽媽媽 小狗母狗 就是在身邊的狗 躺在旁邊 她才知道說 哎呀 這個是菩薩摩克薩 很多人都說這個是花和尚 其實那是看她表面的行為 了解嗎 你沒有看她背心裡 真正的利益眾生的大悲心 所以她是這樣利益 散了到眾生的 結果後來她就覺得 這個和尚不簡單 她就跟著她 最後呢 就向她請她請法 原來她為她說了 甚深的華言經 後來她就跟這個瘋和尚呢 成為好朋友了 然後有一天呢 她就去看她 看她了以後呢 然後呢 突然有一隻小狗 在他們兩個面前呢 講話的時候就死掉了 死掉了以後 就是一隻狗嘛 他得了傳染病嘛 然後就死掉 這樣唉呀唉呀唉呀 哀嚎的叫 叫了以後就斷氣了 斷氣了以後呢 那時候韓國元曉大師就看這個和尚要做什麼 他和尚就這樣坐著 然後他就問 大師啊你的狗死了 他說眾生啊無來也無去啊 誰死了呢你告訴我 結果他說 那我可不可以幫他誦經呢 他說可以啊 然後那個韓國元曉大師就拿起韓國的墓語 念波羅波羅蜜多心經 那波羅波羅蜜多心經 那波羅波羅蜜多心經其實跟我們古漢文一樣 就是波羅慧上佛菩薩 然後就是 觀自在菩薩行身 波羅波羅蜜多時照見五韻皆公 他就一直念 用韓國的墓語念 念得很莊嚴很莊嚴 念完以後呢 那個和尚跟他說 對不起啊 他聽不懂心經啊 你念給他幹什麼 那他愣了一下 大師你要說什麼嗎 他說你要利益眾生 他真的要的是牛奶啊 他就把另外一杯牛奶 拿過來 拿在狗的面前 已經死掉了狗給他 然後為他上山柱箱 拿一個布把它蓋起來 然後他就入定了 那時候元曉大師流眼淚了 這個才叫真正的大悲法門 我故事講完了 不是說念心經沒有用 有 但告訴你 利益三二道眾生 你要問眾生他需要什麼 了解嗎 聽完懂這個故事嗎 對不對 真正呢 開悟的人 是能夠站在眾生的立場 他喜歡巧克力 你就給他巧克力 不過也不要太多 會蛀牙 他不喜歡吃麵包 你就不要塞麵包給他吃 他喜歡吃饅頭 你就給他饅頭 你讓眾生真正生歡喜 還有一個重要 你要發願 願度一切眾生都成佛 因為你這個發願的功德力 他才會得到利益 舉個例子 我這幾天來海因古事獎金 旁邊的道山師父也會跟我 我知道你們是不可以餵魚了 對不起我有特例 因為我是法師 我每天就幫他念 歸一文 三歸一 還有念佛念咒 可是過兩三天 死掉了一隻魚 怎麼辦 幫他歸一 觀想他 往生敬佛國土 甚至法師也很慈悲 對不對 我們撈起來 把它種在泥土裡 對不對 所以你要知道 想三二道的眾生怎麼辦 你怎麼幫他 念經念佛念咒 聽好也是一個方法 但不是唯一的方法 好那現在問 假如鬼來了怎麼辦 找青紅師 不要來找我 那是你的鬼 不是我的鬼 聽好 第一個鬼來的時候 你心不要怕 你是佛弟子 歸了三寶 佛法師會來找你 世界這麼大 他一定跟你有緣 如果你真的心裡很怕 你說師父不要怕不會怕 我還是很怕 因為對方長得很恐怖啊 有神頭啊 對不對 搞不好還這樣 嗯 豬八戒的樣子 那沒辦法 對不對 第一個你心裡念觀世音菩薩 你因為念觀世音菩薩 你身起大悲心 他會對你很恭敬 他不會害你 第二個 有些鬼跟你有緣 一定有緣 才會來找你 那呢 你有可以跟他溝通 有時候你可以跟他講話 有時候你動個念頭 他就會跟你對話 你不要怕語言 語言是空性的 他不會華文 也不會英文 對不對 但是他會講 你聽得懂的語言 你會聽得懂 他心在講什麼 然後你跟他說 對不起 這位朋友 你來找我 我知道你很苦 對不對 請問我能夠怎麼樣幫你 搞不好他都會對你破口大罵 為什麼 說你過去傷害他的故事 那你也就靜靜的聽 不要躲 你有時候呢 因為你的慈悲心 要幫助他 親好悲心 你身上會放光 叫慈心三昧 悲心三昧 他有時候會告訴你 我缺錢啊 你燒銀子給我吧 燒一百塊新幣給我好嗎 你欠我的 這樣子 那假如是這樣的夢的話 那是真的 那你就燒一百塊的銀子給他 因為他需要錢 假如呢 他有很多很多的苦惱 那你說我盡力幫助你 有時候他因為在輪迴裡 墮入惡道 很苦 那你幫他誦經 做功德 whatever 什麼事情呢 你都盡心幫助他 就好像一個朋友 舉個例子 你本來是好朋友 兩個人 對不對 你是很好的buddy buddy 有一天呢 突然吵架了 他對方不理你了 或是你做錯了一雙事情 對方恨你了 當然他的恨意啊 一定呢 會找你 第二個呢 那你一定會說 I'm sorry I'm really so sorry I apologize to you 我很抱歉 我真正跟你道歉 道歉完以後 他可能剛開始 還是不高興 一次 兩次 三次 所以有些鬼 真的是很難纏的 我是跟你講真話 他會來三次找你 還五次的 甚至你家底 雞犬不寧的 沒辦法 你一定要去解決 對不對 不是說改一改風水就好 你要解決你跟他之間的業 但是你要生慈悲性 所以你呢 幫助了眾生 滿他的願以後 他就走了 最後當然你也勸他念佛 念觀世音菩薩 或念阿彌陀佛 或念要事如來 都好 因為你要告訴他 我知道你很苦 可是你墮落在惡道裡吧 輪回是更苦的 我希望你能夠得到解脫 去阿彌陀佛的世界 去要事佛的世界 去見美勒菩薩 這樣子呢 你才會真正解脫 你真心鼓勵他 他會很感動的 當然你能夠聽到師父 為你說法 或將你撒盡 那是很好 但最重要是你不能躲 這叫度三惡道眾生 第二個請看 利益人天道的眾生 天上跟人間的眾生 各位 你可能沒有辦法 利益天上的人 對 因為你飛不到天上去 除非坐太空梭 對 可是這裡是指菩薩 菩薩在六道裡面 都可以度眾生 那請問你怎麼幫人 人道的眾生呢 人道的眾生很麻煩啊 有些缺錢啊 有些缺衣服啊 所以聽好 佛教徒要用金錢 幫助人家要很小心 不要亂借人家錢 因為你不知道錢呢 他用到哪裡去了 你可以幫助他 注意聽 你要幫助別人 假如你的好朋友 好朋友真的要你幫忙 譬如他缺五百心幣 我舉例啦 五百心幣很多錢 你幫他一半就好 兩百五十 為什麼 注意聽 幫助別人 你要滿你的菩薩願 但是你不要幫他太多 他會貪心 太少他也很困難 所以你幫助他一半 另外一半要他自己去努力 聽懂嗎 聽說各位要去朝聖了 對不對 我叮嚀各位 你們這些圓圓的肥肥的 去了印度的聖地 都是肥羊來啦 很多人就跟你講 哎喲連友啊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他們很會念阿彌陀佛的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他們會很會念阿 阿彌陀佛歐你erting他 哎喲 他華文這麼愛 他就只會這一句 聽好 幫助他們要小心 有些是騙人的 有人跟你講說 我爸爸在醫院 我媽媽呢在急診室 我弟弟要錢 我妹妹呢 ública也被人家欺負 都是騙人的 為什麼 慈悲是慈悲 要有智慧 你帮助他 你要先确认是真的假的 你可以丢给师父或是领队 他们会去处理 第二个你帮助他 假如他是真的 比如说他生病了 要开刀要到医院去 给他一半就好 为什么 另外一半要靠他自己去努力 这样你也圆满了你的菩萨愿 所以我去印度跟尼泊尔多朝圣 很多人以为我是大法师 其实我是不重要的 他们也会来找我 但是我会跟他谈 我也会试探他是真的假的 假如是真的的话 我帮他一半就好 不然你去一趟 Hello 下次连友 我给你很有缘 搞不好你前辈子是我的阿妈啦 阿妈啦就是妈妈的意思 你前辈子搞不好是我的姐姐 留个email给我 下次请你帮我办新加坡护照 那你怎么知道他真的假的 那万一他进来呢 伤害了众生或违法的话 那你就要被关到庙里面去了 不是不是关到庙里去 都说了想错了 讲太快 我这一说他要到庙里去忏悔 你会被关到监牢去的 所以人道的众生 你要帮助他也要有智慧 了解吗 最好帮助他 我建议帮助他的教育跟医疗 因为教育跟医疗才是根本的 要帮的众生太多太多了 甚至很多人有都跟我说 师父你不说还择疑 我一去印度跟尼泊 我看到了断手断腿的 我都好难过 我说很好 他让你生起了大悲心 你在新加坡都没有这么感动 你到了印度的时候 你才这么感动 你要感谢他们 让你生起大悲心 这是第二类利益人天道的众生 第三利益了悟空性的众生 假如这个人很喜欢 般若波罗蜜或是心经 或是金刚经 你应该叫他学般若的法门 你跟他讲其他的 他都不会听的 因为他也不要面包 他也不要你的钱 他要学习空性的教法 己事利益二成 二成是身文跟圆觉的众生 这次他希望学正阿罗汉果 尤其想学南传佛教 四圣地十二因缘 那也很好 在泰国 斯里兰卡 缅甸 乃至于越南 加坡地亚 很多都有很多很多的 南传佛教的圣者 非常好 我们虽然学大正佛法 但是对于南传佛的教法 我们要随喜 不要去毁谤 知道吗 就像一个学校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科系 你虽然读英文 他读数学 他读历史 他读法律 都是可以毕业的 所以南传佛教 也是佛的正法 最后看第五类 为力众生愿成佛 就是你帮助众生的时候 你要想 我今天不管给他面包 给他金钱 最终要叫他发愿 发什么愿 将来也度众生成佛 我举一个公开举一个 慈激功德会的例子 我以前讲过 在布什波罗蜜 慈激功德会帮助非常多的人 我没有什么特殊立场 我是很真诚地赞叹他 当然有人会说他的坏话 那不管他 可是问题是 你知道吗 慈激委员里面 他们去调查一个贫穷人 新加坡比较有福报 台湾还是有很多 没有钱的 一个月给他五千块 等于两百五十新币 帮助他救济的老人家 因为孩子也大了 也出去了 他就一个人住在瀑布房子 你知道两百五十新币 他自己捐出一百二十五新币 他已经是断手断腿的了 人家煮饭给他吃 实际的每次送饭给他 每个月供养他两百五十新币 他拿到很感动流言 等于上一下 我掏出一半 一百二十五 再给我坚持即功德会 去救全世界的人 这个才是真正的难得 苦当中还会想到一切的众生 虽然他很苦 他这辈子残障 可是我告诉你 来生他投胎的时候 可能到天上去了 也会在人间大富大贵 这一生他的夜寿完的时候 他还是可以更好的 为什么呢 他念念会想到一切众生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各位联友你已经很有福报的 因为你的薪水绝对不要 不止两百五十新币吧 对不对 请看经文五十二页 第二十八行 请看寄送 魏力三恶道众生 我用白话翻译 在畜生道当中的众生 受了很多的苦恼 在地狱恶鬼畜生的众生 也受了业力的刀山 剑树油锅 在轮转当中 轮回的轮掌当中 相应受 相应就是他的 心因为很苦业力 所以他的感受是很痛苦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众生过去是造过很多很多的恶业 造过杀盗 淫忘酒 吃喝嫖赌 最后呢 地狱就充满了一切的众生 八十二祭颂 请看五十三页第二行 此等的苦惧啊 真正有菩提心的人 或菩萨的人 纵使堕落到地狱恶鬼畜生 他的业的时候 这些外在的痛苦啊 是不能够障碍他的 待会我会讲释迦摩尼佛的一个故事 在众生处当中 他会起悲悯心 诸佛呢 就会说 这个有利益众生的这个菩提心啊 叫菩萨摩赫萨 使一切的世间都没法障碍 他有无爱悲 就是无有障碍的悲心 这是我们要学的 我讲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虽然成佛 但是他在本身经里面说 他在过去呢 六道轮回他有受苦过 他也造过恶业 他也受苦过 当然他也做过很多事的菩萨 有一事他造了恶业 破了五戒 他堕落到地狱里 地狱里面呢 就有鬼 鬼是他的业力显现 就抓着他 要拉一个火车 这个标题叫火车菩萨 然后呢 这个火车啊 很重很重 又猛火 那要四个鬼拉 后面两个 前面两个 那释迦摩尼佛个子比较大 他旁边刚早呢 有一个比较小的鬼 瘦瘦的 然后呢 这个车子呢 上面呢 就站着一个阎罗网 就拿着鞭子 快点走啊 走啊 就是一打 打他就拉拉拉 结果呢 他就快点快点 因为太快了 结果他旁边 因为他比较壮 他旁边呢 那这个鬼啊 就太快了 就跟着就被翻倒了 那个阎罗网鬼 就非常的生气 就用 因为他没有神通啊 就拿个钩子 把他的筋给拉了出来 他流了血 快点啊 这时候释迦摩尼佛 跟他生了一念悲心 说阎网网啊 你不要打他吧 他说你这小子 你拉你的 你还跟我顶嘴啊 他说这样好了 你前面要两个 那这样好不好 那他太瘦小了 他已经流血了 你还打他这样子 那他那个筋啊 我来拉好不好 他说你要拉是吗 好 那就给你拉吧 然后呢 阎罗网就把 又有神通 他一吹呢 就把那个小鬼吹走了 就到旁边 他躺在那边 就哀哀叫 结果呢 他就用神通 利用钩子 把释迦摩尼佛的这个后面 血就拉出来 就变成两根筋 然后就这样拉拉拉拉 在一念悲心的时候 释迦摩尼佛发愿 愿我带一切的众生受苦 愿一切众生都成佛 那一刹那间 咻就 他就离开了地狱了 讲这个故事 是告诉你 这是因地 释迦摩尼佛的故事 此等苦惧 顿好不能胀 我们在受苦的时候 我们的确是很不舒服的 身很痛苦 心也很痛苦 但是你看佛陀 为什么能够成佛 是因为在苦当中 他会先想到别的众生 我们一般人 其实呢 你说你爱别人 爱别人 其实很 人都是 人道的众生 都是爱自己多 举一个例子 譬如说你的家人 已经发烧了 感冒了 对不对 妈我发烧了 等一下了 明天再叫 你去看医生 对不对 朋友跟你讲 OK啦 多喝水啦 take care 多睡觉啦 对不对 只要你现在发烧 不行 我现在要去看医生 对不对 搞不好癌症怎么办 对不对 其实我们是最后在乎自己的 那是无此来的我知 讲这个故事告诉你 在地狱恶鬼畜生 虽然是业的显现 但是佛陀 纵使在三恶道里面呢 他都还有待众生受苦的心 所以他叫菩萨摩赫萨 论菩萨不是在你的这个表面 而是在你的发心 这是值得我们学的 所以现在回去想一想 明天你看到狗跟猫的时候 要怎么样帮助他 你看到呢 万一鬼来找你的时候 怎么办 你要怎么帮助他 好好想一想 接下来再看 利益人天道众生 好 五十三页第四行 八十三众 论当中说 我们要各种善巧方便 该众就是要综合的 要看到众点 众多别人所做 就是别人有很多很多的事业要做 那我为了要利益众生 要法门 无量誓愿学 各种功巧等名 就是各种知识技术 以前在印度跟讲菩萨道 要是学五名的 要学佛法 医药 算术 种种的技术 以现在来说呢 你要学各种的知识技能 才能够用各种爱语 去关怀别人 涉受别人 这里的爱语是听好 是指人心 真诚的去关怀别人 讲柔软语 而不是讲假假的话 看八十四 借财文修极条等 持戒不失财富 或听闻佛法 跟他讲 我以羞耻 或是心很激进 或调伏他 用种种的功德 来帮助他 教化他 跟感动他 涉受以后 让他的善心 能够相续 这是圣仙说 为助善道 圣仙是指 大仙人 就是指释迦摩尼佛 这里不是指道教的仙 在印度里面讲 大仙是指尊贵的释迦摩尼佛 注意 常相续 请化起来 有些众生 你去帮助他 今天很好 明天又变了 你叫他不要抽烟 明天又犯了 你叫他戒烟 后天他又犯了 不要放弃 因为我们也很难改自己的坏习惯 所以你以菩萨界来讲 至少要帮助他三次 第四字以后就看状况 再看 85 或限女生画男子 令其调伏而教授 或限男生画女人 令其调伏而教授 听好 在我们欲界的众生 女生帮助男生 跟男生帮助女生 要很小心 这个里面讲的是菩萨 待会我会讲观世音菩萨 可是我们本身 联友跟联友之间 要像兄弟姐妹 男众跟女众之间 还是要有距离 否则呢 因为你太热心 热心过度了 你就变成呢 到处呢 乱留情 那会误会的 知道吗 你不要说 哎呀我很发心啊 对不对 书的联友啊 那他老公说 你常打电话来干什么 我太太很漂亮耶 所以要有智慧 所以联友呢 男众跟女众之间呢 要像兄弟姐妹一样 要有距离 要有戒律 好这里面讲 女女生画度男生 然后呢 跳一下 讲于兰观音的故事 给大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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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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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